穿越时空除了饮食还有习俗 春节过后两岸都有规模盛大的灯会 在大陆又叫彩灯 其中有几个流传千年的灯会享有盛名 像是南京秦淮灯会 有天下第一灯会之称 举办的时间最长足足有五十几天 另外从唐朝开始的四川自贡灯会 是灯跟井的巧妙结合 而上海御园灯会 从明清时代一直举办到现在 规模一年比一年盛大 那么接下来这则报导 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 浙江清田余灯舞 它有一个神秘的传说 里面藏着明朝的开国秘心 而这种舞呢 动辄需要几十个人一起表演 场面热闹盛大 呼应着年节的喜庆 一些非遗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 贵州搬出迷你小出赛跑 灯会主角少不了今年生肖 武汉人的面条系列早餐 全都变猪头百事 湖北有占地605平的棉花迷宫 敲敲板荡秋千大排成龙 这表面呢 这是由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 不仅是绿色环保 而且非常结实 闹一闹彩灯把旧一年的烦恼都脱掉 新日子可以轻轻松松地开始 浙江西部的林安 明朝末年流传下来的马孝滚灯 会纪念当地的邵氏娘娘 也就是明朝皇太后回故乡 龙年才表演 也就是十二年登场一次 列入浙江非遗文化 继续着祖先留下来的民俗美学 老师傅是浙江青田人 已居杭州只见龙灯 他开始亲手扎起家乡的鱼灯 那些人都堵了 你也能跳 那些人都堵了 那些人都堵了 不可以要堵地 要有两个都跳完 那鱼灯你要三个都跳完 那些人都堵了 变成了 据传原朝末年 清田出身的刘伯温 暗地招募义兵 以鱼灯舞的形式操练兵镇 后来投靠朱元璋 成了明朝开国功臣 分开了两年了 岁月传承演变 最后一礼于跳龙门结束 寄托百姓对未来的美好愿望 被这个瞎的人很缺了的 他本心他是最后面的 他要跑到那个四灯的时候 爬到最斜面去 去抢那个龙柱了 抢那个龙柱的时候 抢那个大鱼 抢不过了 抢不过他往后推 大鱼要吃掉他 扛瞎灯的人手脚要灵活 老人说过年过的就是这个劲 元宵夜梦降临 大家都等着鱼灯拜年 祖父辈称之为街灯 夹夹复复点蜡烛 鱼灯拜年 按头鱼 二鱼 依次进入 鱼灯拜年到哪家 哪家视为福气 主人家得到祝福 表示自己的富足与慷慨 也要上个红包 越舞越精神 扎灯的老师傅南巡 被以文化几乎失传 一位85后的贵州女孩 将其改造 抢灯时尚版面 近百间的商店街道橱窗 或许你会看到她的作品 油画系毕业的温秋文 从小就爱剪剪贴贴 修编的最常用的最贵的一锥子 剪胶带的贴圆形的橡皮 民众看彩灯的热闹 温秋文看见灯里的骨架匠星 走访广州 博山 顺德 她终于寻到藏于民间的工匠大师 所以我在跟老师傅合作的时候 我尽量不去修改另一个传统造型 它传承下来是什么样子 我就用什么样子 在配色和它的外面的质感 还有里面的光源的选择上 在做自己的一个挑战 70岁的潘叔 遇见34岁的巧思 剪纸用料至少600张纸 动刀超过10万刀 比一个人还大的粉色系少女男师 起价1万块人民币 有人喊价8万元售出 首先首加的股价 那个老师傅她一个月只能做50个 我还要再加多一个月时间 两天才能做一条 尽量不要买 你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转给你住手做 只能自己做 平均一星期完成一件作品 它的余灯或许不能热闹摆动 却将浙江非裔文化 成为这个世代的新网红